其他生活議題來看看 最受歡迎的臉型是什麼臉呢 是瓜子臉 有醫學團隊研究指出 測量下顎骨的距離跟顴骨的距離 就可以算出臉型收斂的比率 那數字越高代表臉型越方正 數字越低下巴就越尖 結果呢這個太方正也不好 太尖也不好 75%比率的臉型最多人喜歡 也就是大家認知當中的瓜子臉 相反的最不受歡迎的 臉型比率是90% 也就是所謂的國字臉 意思說透過矯正或者是手術改善 或者呢平常少吃點口香糖 少動用臉部的肌肉 臉型就比較不會接近國字臉 不過還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自己多點自信的話 一樣都能夠散發獨特魅力 知名藝人林志玲 林動大眼睛配上瓜子臉 無關精緻又有黃金比例 是不少人心中的完美臉蛋 現在有醫學研究透過真實數據分析 像他這樣的瓜子臉真的最吸引人 也不要太瘦也不要太胖 對啊就是適中最好看 臉不要太遠也不要太長 臉型太尖太寬都會扣分 但比例又怎麼看 根據陽明交通大學和榮總研究 透過測量可以得到答案 看這兩個全股最寬的點 然後還有就是下面兩側這個股腳最寬的點 用兩側下二股距離除以兩側全股距離 就是臉型收斂比率 數字越高代表臉型越方正 數字越低下巴就越尖 研究團隊讓多人評分 結果75%比率的臉型最受歡迎 獲得74.46的高分 最不受歡迎的臉型比率是90% 只得到39.33分 而且比率83%以上的臉型都被普遍認為 是民眾認知中的國字臉 我們一開始會想要做這個研究 也是因為發現有一些病人跟我們說 做完矯正之後好像覺得臉型有變尖 可是如果說你的臉型是屬於那種骨頭 本來就是非常凸有一個銳腳的話 還是要針對這個骨頭的差異去做一些調整 但醫師提醒每個人審美觀不同 其他國家的人對所謂美的定義也會不一樣 臉型角度或是五官分佈 同樣影響美感 只要對自己多點自信 就能散發獨特魅力 記者時間無論台北採訪報導